園山大飯店一位點心房的女廚師 還有擔任房仲的哥哥 以及母親一家三口確診 但是至今感染源不明 不僅是病毒量高 足跡更是遍布了素食店 藥妝店還有溫泉 海北市副市長黃珊珊非常擔憂 說這是嚴重的社區感染風險 恐怕先前所有的準備 現在都要上場 員工確診園山大飯店全面清修 園山飯店點心女廚師確診 已列入暗號18396 他21號流鼻水咳嗽 是在哥哥打電話 構知確診後才去採檢 結果陽性CT值13.24病毒量高 園山大飯店四間餐廳修館 並擴大篩檢目前都是陰性 他跟他哥哥他們兩個很有警覺 他們都先去做了快篩 妹妹的CT值是13.24 所以應該是發病的急性期 不僅女廚師 他擔任房仲的哥哥及母親 一家三口都染疫 推估是哥哥最早發病 但這起群聚感染源不明 哥哥18號發燒 22號採檢確診 CT值19.6 病毒量一樣很高 曾到北市南港區 信安診所看病 當天確診 診所修診兩天 且哥哥曾和朋友 新北市新增個案18397 四個人17號相約聚餐 朋友在18號也發病 喉嚨痛流鼻水 被房仲告知確診後 採檢陽性 CT值19.4 感染源是否可能是這名朋友 現在有可能的關聯 但是還不是很確定 所以我們還是把它當成 不明來源先處理 北市也公布一家三口足跡 曾去過士林區兩間麥當勞 全聯康世美知名餐廳 和加油站也去泡過湯 哥哥還去了南港區診所和藥局 由於三人病毒量高 可傳染其足跡又多 北市副市長黃珊珊表示 這是很嚴重的社區感染風險 今天起所有準備都要上場了 其中哥哥擔任房仲 工作需求必須趴趴走 也讓專家悠心 建議匡列疫調速度要快 才能避免群聚持續擴大 疫情燃燒前台多個縣市 在宜蘭礁溪長榮鳳凰酒店 櫃台員工案18443確診 她的女朋友篩檢染疫 但是尚未裂暗號 兩根的CT值很低 傳播力高 確診員工足跡在可傳案期 他們連續四天上班 現在酒店緊急篩檢一千多人 閉門消毒 休息三天 但是感染源不明足跡又多 讓宜蘭市政府非常頭痛 民眾排排站等著要篩檢 本土疫情延消到宜蘭長榮鳳凰酒店 出現確診者緊急篩檢 員工約五百人 住客約五百人 截至下午兩點半 459人快篩結果是陰性 酒店也全面消毒 閉館三天 確診者不是旅客 而是長榮鳳凰的工作人員 案18443 負責櫃台接待工作 打過兩屆AD 22號出現發燒咳嗽等症狀 結果採檢就醫確診 感染源不明 令人憂心的是 在可傳案期時都有上班 而且女友發燒確診 CT值14 尚未裂暗號 但也在飯店打工 病毒傳播力很高 相關的疫調正在進行 超市進行大消毒 因為案18443足跡曝光 18號搭乘格馬蘭客運 往返台北礁溪 也到過洗戶會超市 還有便利商店 這段期間住在這裡的遊客 也擔心溫泉的蒸氣 會不會助漲氣溶膠病毒的傳播 另外一名確診者 案1834818號游到宜蘭旅遊 去了清水地的公園 羅東夜市等熱門觀光景點 隨著足跡曝光 有重疊的居民 可要特別注意身體狀況 有症狀盡早就醫 避免傳播鏈越闊越大 據林毅生李英偉陽 宗彦宜宜蘭報導 好 現在宜蘭礁溪長鳳凰酒店 跟台北元山大飯店都爆出 員工確診 不少遊客嚇壞了 想要取消國旅行程 那時候民眾呢 在過年期間 訂了中南部的飯店餐廳 因為中央的防疫警戒 現在是沒有升級的 所以業者不給退 那麼全額定金僵硬3萬元 百百損失很崩潰 其實飯店依照定型化契約 在3天前退房 是能夠100%退款 但是餐廳規定不遺 因為食材要先備料 有業者確實不給退 把訂金換成了外帶 全壓在油鍋裡炸的油亮亮 年菜必備紅燒蹄旁 餐廳早就備好料 就為了春節上桌 但碰上疫情 原山大飯店 礁溪長榮鳳凰 都驚爆確診 釀出全台恐慌 有消費者抱怨 在中南部訂桌訂房 業者卻不給退 北部民眾訂餐廳跟飯店 看到本土超過80例 老人家怕染疫不來 要取消 結果兩三萬的 全額訂金居然不給退 有一部分的尾牙跟 聯菜都有延期 出二回娘家的 北部的家人就是不回來 這個訂金的部分 我們可以讓它改成外帶 餐廳業者每件做法不一樣 有業者折中 春節不給退桌 訂金改成外帶抵消費 如果政府宣布禁止內用 就會全額退 同樣訂房滿滿的還有飯店 全台卻出現退訂潮 考慮再三 退房率是零星一些 到一月底為止 我們的退房率大概是落點在兩成到三成 根據定型化契約的規定 遊客想退房得注意時間 入住三天前退訂全額退 兩天前只能退一半 會鼓勵我們的會員飯店 盡量從優從寬去認定訂房的部分 隨著疫情攀升 遊客擔心大於出遊的玩性 房間餐廳能不能退都要提早詢問 一面白白損失 記者綜合報導 好 大家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馬上就要過年 但是你也已經取消了 可能原本有出遊計劃 你已經取消了嗎 在聊天室幫我加音 現在春節倒數 各大飯店餐廳除夕 圍爐燕其實早就被訂光 那麼最近南北疫情延燒 但台中相對比較穩定 業者說大部分還在觀望 只有零星的退訂 但是後補名單真的很多 所以假如一有人退 馬上就地補 在台中部分倒是沒有受到影響 今天蔬菜大火拌炒 加上蝦仁 淋上XO醬 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上桌 下一道繼續 頭跳跳的泰國蝦 搭配檸檬汁煮到鮮紅 清爽檸檬蝦煮完成 餐廳飯店業者 盡期忙翻天 主廚們更有心理準備 要一路拼到除夕 目前的訂桌率的話 是七成以上 那目前來說的話 都沒有接受到 有退訂的一個訊息 台中飯店各大餐廳 除夕為露宴 熱門的早被訂滿爆棚 其他也有七八成 退訂的是極少數 而且因為後補課太多 一退訂就有人馬上地補 還是維持內用這樣子 台中這個大型的婚宴會館 除夕的訂桌率 大約有120桌 說要取消改外帶的不到一成 退訂大概百分之五到十左右 因為他本來就要吃了 他再退 他要去自己去蔡市場買 其實是更麻煩的 南北疫情延燒 但中部相對穩定 圍爐定桌的狀況 依舊很熱 就年菜外帶買回去 再布熱 或者是直接帶熱的回去這樣子 我們外帶的年菜 比往年的那個數量都還要多 那也有一些客人 他原本是內用的 他轉為外帶這樣 實在害怕的就改外帶 雖然疫情有變化 但台中民眾多選擇觀望 就怕一退訂取消 之後訂不到 圍爐沒有大餐可以吃 這台中綜合報導